这里是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中 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的故乡 卢本斯从这里走向世界 这里有我们熟悉的丁丁历险记和蓝精灵 他们爱吃薯条、淡菜和巧克力 还自称拥有世界上最多种类的啤酒 这次我们拜访的是比利时 视频开始之前希望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关于旅行的视频 希望你关注我 再次表示非常的感谢 在欧洲中部、德国和法国之间 小小的比利时很容易被人忽视 但是我们会看到它值得发掘的原因 我们这一次的行程从安特卫普出发 先参观根特 然后再前往欧洲最优美小镇之一的布鲁日 以语言来划分 比利时分为弗兰登地区以及法语区 今日的比利时可以说是欧洲最伟大的秘密之一 500年前 贸易的繁荣给它留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和建筑 而今天 它正作为欧洲的贸易之都 重新崛起 对于旅行者来说 在这里行走是非常便捷的 一切都是那么的近 再加上交通网络的便捷发达 和几乎没有语言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 位于弗兰登地区的中心小城根特 虽然名气比不上安特卫普以及布鲁日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来到这里旅行 一定会让你印象深刻 走进根特的老城区 如今走入了时光隧道 整个老城区都如同一座户外的博物馆 这座人口25万的小城 最早是通过布匹的生意 聚集了城市里初期的财富 在今天如同步行街的老城之内 你可以选择坐船或者步行 来欣赏这座城市的美景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品尝这种叫做根特鼻子的甜点 从这一座老桥之上 看城市 是旅行局推荐的最佳景点 只可惜现在是有些背光 城市中 你似乎还能追溯到 当时根特作为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 仅次于巴黎的第二大布匹 经销地的影子 而提起根特最著名的 要属在天主教教堂 圣巴夫主教堂之内的 根特祭坛画 看到它在恒温、恒控的保存箱之内的情况 你就能想象它的历史和艺术的价值 这幅祭坛画完成于1415年到1432年之间 一共包括21幅作品 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范埃克 以及他的弟弟联手完成的 这组盖世杰作自从他完成之后就历经磨难 不是招损于火灾 就是被侵略者掠夺 要么就是被盗 直到1951年经过彻底修缮之后 才重新回到了教堂之内 题材取自于圣经 表现了对耶稣牺牲自己 挽救人类的上帝之爱的祈求与赞颂 另外 主教堂也被称为弗兰登地区最美教堂之一 如果有计划来这里参观的小伙伴 别忘了提前在线预约你的根特 祭坛化的参观人票 距离根特大概60公里 这里就是弗兰登地区 旅行界的超级巨星布鲁日 不仅是弗兰登地区的明星 也是整个比利时旅行的亮点 这里有雷诺阿运河 富有幻想的镀金建筑 宁静的弗兰登人文杰作 这里还自称 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在这里你可以在宁静的公园里散步 也可以乘坐游艇 从不同的视角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乘坐马车惬意的闲逛 或者是在主要的购物街之上 品尝哪一家的巧克力最好吃 哪一家的华夫饼 更加的松软 布鲁日一词来自于维京人码头 这一个单词 换一句话说 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贸易中心 大约一千年前 这座城市作为北欧最重要的纺织品市场 而逐渐富裕起来 当时城市的运河为商人们提供了顺畅的交通 而今天 他们为游人提供了顺利的拍照机会 到14世纪 布鲁日的人口达到了4万 与伦敦当时的人口一样多 作为北欧和南欧之间海上贸易的中间人 它当时可以称为是一个经济强国 在16世纪 其港口淤塞 贸易转移到了安特韦普港 经济崩溃结束了布鲁日的黄金时代 这座城市沉睡了几代人 然后在20世纪 游客再次发现了布鲁日的魅力 今天 这座保存完好的独特的歌特式城市 因为旅行业的发展而再次的繁荣起来 即使是人潮汹涌 它也是那种让你不介意成为游客的城市 市中心的集市广场 被餐厅、咖啡厅、巨大的老式屋檐建筑和钟楼所环绕 标志着今天的城市中心 就像它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一样 1300年以来 钟楼一直矗立在市中心的广场之上 如果你想爬上366级的台阶 奖赏你的就是最好的城市风光 这一次比利时一日双城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 别忘了点赞关注 最后在音乐中回顾一下这一次的旅程 我是旅行的乔德 我们下一次旅途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